大五轮沙滩发生了溺水意外 救生员将男子救上岸 进行CPR急救 救护车抵达 赶紧将人送一急救 事发在21号下午4点 一对父子到外木山细水 50多岁的爸爸突然被水流带往深处 一转身人早就没了踪影 20多岁的儿子紧急向救生员求助 暗巡也到场帮忙 无奈人被拉上岸时 就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对 他就在那边游游游到那边 然后遇到应该是遇到流吧 流出去 然后我们就划毒木舟跟人过去 然后他一直流到右侧那边 然后就呼吸行流找不到人 结果又被流进来 因为我们是在水桩海星从岸上过来 他流进来 我们就上来就做CPR 50多岁的父亲送一抢救 但仍然宣告不治 回到岸边 救生员在岸边竖起了红旗 就是要提醒游客 为了安全起见 千万别下水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道